咱们把小泽分了吧 小鬼 太医要求我进入他们家协房了 我看到了 那你去不去 我就不去过来问你了嘛 你现在到底啥气话我看不懂啊 咋的 你怕自己掉坑里出不来啊 你这话说那肯定是 你现在下手太黑 这以前基本上都是炮弹起义 不我就纳闷了 你炮弹打不完呢 打不完呢 我现在仓库里还有一堆 再打一年都没事 哥们 你背后有劲吧 没有 老子就自己 你想干啥你就干啊 别问我 你差你别这样啊 我就琢磨进菜机家里以后吧 如果你动手的时候 我可以直接帮你废了它 汉丝 你该不会是想借机进入我3D家里吧 我一共才进去洗个眼 给我干啥去 除了这照片馆刚贴的到时候是 现在沙伯伯德疯了 给自己仗大人 咔咔咔咔咔咔 他之前也是这么没的 越嚣张死得越快 不过在这次吧 应该是罗宾的意思 可是现在罗宾不想打了呀 怎么把小泽弄死呢 他不是不想打 他是因为没利益了 所以我更不能让他停下来 有点烧脑 没清楚 那你封着黑海就为这三 我是不想让罗宾运粮食 罗宾本来是打算从这里撤走 然后去沙漠或者桌央周点火 因为这里基本上快没什么意义了 只要粮食运走 他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在别的地方开战 所以我如果放开黑海 他就一定可以一面倒粮食 一面股东你们给小泽宋家伙 双向小好 在另一侧只要战斗一起来 他马上就转身离开 到时候我们还在泥塔里 怕抽身了 不是 我看他在凑了家福建请活跃的 他为啥不敢再凑那些呢 你瞎呀 你没看着二十七星的烟花呀 罗宾和哈尔姆都在海上 开始划圈跑路了 他去干啥去 送菜呀 啊 那何的现在是你不相信啊 你说呢 我这是在救你们 我把整个黑海封锁 罗宾只要想运粮食 就只能借到大伯伯 他原本还指望哈尔奇呢 但是现在哈尔奇也退出了 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谁记得我打谁 而你们如果想援助小泽的话 只能走路路 还只有一条 那就汽水长流呗 只要还打着 他就不敢多先作战 你们还有生还的可能 如果卓阳和沙漠都爆了 你们所有的能源就都没了 其实我觉得吧 现在还有个办法能情 咱们把小泽废了吧